小馬耶 對阿 一隻棕色可愛的小馬 出現在學校附近 可愛的模樣 就連遊客都忍不住 上前和他合以留念 就很溫和啊 原來這匹迷你馬 是巴德國小飼養的小馬 名叫巧克力 深受私生喜歡 但最近有民眾投訴 這匹小馬沒有獲得妥善照顧 蚊子滿滿的蚊子啊 旁邊還有那個防風在飛 你們現在看到了沒 這裡好多 有沒有 你眼見為皮馬 蚊子一直叮咬啊 不叮一整天啊 雖然有時候有人有空啊 可是請問你 有時候有空是多少時間 像我今天是為了陪他 我花了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這匹迷你馬 是巴德國小飼養的小馬 名叫巧克力 深受私生喜歡 投訴民眾看不下去 控訴小方照顧不佳 不只讓他生不好 出不好 甚至將他孫在一旁 限制活動 我也因為捨不得 我覺得沒有沒有 因為我每次來都沒 不太看到有人帶他 所以我覺得我如果 能夠帶他出去走一走 減其他的痛苦 我是願意的 不過校方出面喊冤 強調對於小馬關心 一點都不馬虎 警衛也表示 每天上班都會幫小馬洗澡 餵食糧草 駁斥 駁斥不適的指控 我們學校在這個 巧克力的住宿環境上面 其實我們不僅是 校內有定期的消毒之外 我們在這個學校的後側 就是說我們這個 巧克力住宿環境上面 我們也有近期的 定期的做一些清銷 所以對於附近的蚊蟲 或者是這個環境的照顧上面 會有很大的注意 跟乾淨整齊的地方 給巧克力 就是我們早上六點上班的時候 我們就會為他吃那種 牧草的那種腳塊飼料 平常他們有些義工 會帶出去吃草這樣子 帶他去運動去吃草 隨機來到巧克力的住所 牆壁上貼有小丁寧 校方強調 每年固定都會安排兩次受醫 來幫巧克力看診 希望讓他能獲得妥善照顧 課後啦 課後我們志工啊 家長還有老師 也會帶他去散步走走 因為我們有依照 馬協會就是 馬醫生這邊的知識 可以帶他做運動 對他的環境 還有這個身體的盥洗 那都有定期的做一些 這個梳洗 看起來馬的那個皮 毛髮是非常有關折的 然後整個馬的形態 也是非常豐滿啦 所以應該是沒有涉及到不但飼養 但是現場的環境 部分啦 譬如說因為馬 他食量 其實是 大概要體重的3% 那把評估下來 應該也要大概吃10公斤的草 那因為現場人員是說 他每天是有上衛一次嘛 那我們會再建議他說 可以增加衛飾的量 就是 比如說早中晚都來衛飾 那當然因為那個衛飾人員也有說 他們也會帶他去運動啦 那這個運動的部分 如果能增加的話 也可以再增加一些運動量 因為馬是需要很大的運動量 東保所也到學校了解 認為校方照顧馬沒有問題 校方也承諾會好好照顧校馬 讓巧克力能夠繼續陪著孩子快樂長大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